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全世界的話 其實都在進行的 更尖端的一個黑科技的 一個國防戰備的研究 那麼其實呢 其實不是只有那個國防戰備 我問一下志通 你有沒有聽過坊間一種說法 我們剛剛一直講說 那個Duty Free 百貨公司 我坊間的話我有聽說過 百貨公司也會用那個聲控控制人 每次在那邊播音樂裡面 好像有夾帶一些聲音 就是叫你買 叫你買 叫你買 所以你到百貨公司裡面 就不斷不斷的在那邊買房 當然有 買東西 真的有嗎 這些都有研究過 譬如說放什麼音樂 讓你會比較輕鬆 你輕鬆的話 你就會繼續買比較多的東西 是輕鬆還是說裡面真的假 帶了一個影響你腦波的東西 譬如說像過年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都放那種過年歌的時候 你也很想去買那些過年的商品 這種就是一種連結度 所以包括說像味道也是一樣 這種都是我們生理 新生理的那種感官的 那種類似這樣的 這個廠商控制我們的武器 好 但是我們想說 國防上面來說的話 現在就大家都研發 類似這樣的武器 這種武器其實大家定義 叫做定向能武器 那定向能武器大概有幾種 就是說像升波 升波就是這種定向能 另外一個就是像類似這種 電磁波或是光速 這種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它都是無聲的 沒有聲音的 或者是說它有一個跑的 為什麼叫做定向能 就是它看到哪裡就打到哪裡 像我看到你 我這樣打過去就會打到你 因為光速就會一直這樣過去 不像飛彈 飛彈它有所謂彈道 我如果真的要打到你 我還要計算得非常清楚 才能夠真正打到你 但是這種定向能的話都是可以 我看到哪裡就是打到哪裡 所以它這種武器來說的話 是被譽為是下一個世代 大家都想要研發的這個狀況 而且包括說像電磁波 或是包括說像那種雷射波 它的速度都是光速 所以基本上那種武器 你是防不勝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中國跟美國 都在嘉獎的研發 中國他們最近推出一個叫做 中國的沉默獵手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這東西看起來很厲害 Silent Hunter 聽起來 聽名字聽起來就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它叫Silent Hunter 它真的是沒有任何聲音 它打出去的時候 就是類似這種電磁波這樣子 或是一個光速這樣子的武器 事實上它的這個等級 大概是可以發射在300 300到100KW等級的這個 這個其實已經夠威力了 為什麼夠威力 我們看它多強 它可以攔截低空的這個無人機 就是說如果你有無人機的時候 我只要這樣對著你打上去的時候 打到你 你大概就會被 它是可以看到光嗎 可以看到光 有光這樣出去 OK 你看攻擊 譬如說像這個海軍的這個軍店 在800米的距離上面 可以燒穿大概約莫 一公分後左右的鋼板 所以它其實是用滿大的攻擊力 所以中國大法已經把它拿來適用了 我們記得2016年 在杭州舉辦這個G20會議的時候 其實中國大法就是怕有很多無人機 或是很多攻擊 所以它在他們四周就布了 類似這種沉默獵手 這樣子的武器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像我們現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剛剛看到其實都是一束光 一束光 就把敵軍的一個 打下來 飛機給打下來 我們現在看到其實火炮的攻擊的話 是現在現有的 但是未來下一個世代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進行這個所謂的光速 對 就類似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就是這樣光打出去 就整個光這樣打下去 然後它就是變成是 這個非常厲害的武器 那為什麼中國要研發這個沉默獵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面積其實不大 面積不大有什麼好處 我們以前如果是傳統的砲的話 你還要弄一個 這個所謂儲存這個砲彈的這個地方 它的地方太大 而且傳統的砲彈的話 因為它是火箭推射 所以它一打出去的時候 生意力非常大 這是沒聲的 沒有聲 所以它可以置敵於無形 再來就是說它的發炮成本非常的低 聽說它發一炮的話 只要一塊美金 所以它成本很低 所以為了它如果多加研發的話 那當然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東西 好 除了中國的沉默獵手之外 美國也有這個東西 美國我們跟妳講 它是一台戰車 這個戰車叫做 斯特賴克的裝甲車 但是厲害的不是裝甲車 是裝在裝甲車上面的兩項武器 也有這個東西 美國我們跟妳講 它是一台戰車 這個戰車叫做 斯特賴克的裝甲車 但是厲害的不是裝甲車 是裝在裝甲車上面的兩項武器 一個叫做百蛇鳥2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它是一台無人機 它主要飛出去的時候 是要飛到這個上空上面 去找敵人在什麼地方 好 我確定敵人在什麼地方之後 我這個所謂的戰車上面 我就有這個500千瓦的 像是雷射武器這樣的東西 好 我只要說無人機發射的東西 發現了這個目標 我就用這個所謂 類似這個所謂光雷射的武器 去攻擊你 讓它這個武器多厲害 因為雷射自己本身 它就有電波 所以這個電波 它自己本身所在的地方的位置的話 它就可以發出這個干擾系統 就可以干擾這個敵方 而且可以獲取敵方的位置 在什麼地方 然後它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它這種雷射光 就是沒有任何聲音 所以我只要無人機 發現到你的時候 我到附近 然後對你開槍 對你開這個無人機 而且那個速度很快的 馬上就可以把你打掉 所以它等於是這樣 自敵機先 你根本都還沒看不到敵人在什麼 敵人都還看不到你什麼地方的時候 你就被打掉了 所以這就是這種定向武器 就是變成是如果能結合無人機的話 就變成是未來一個非常強大的武器 剛特別講到了這個深波影機 這個光波